太迪熊的故事 萨莉喜欢毛茸茸的动物玩具 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很多那样的玩具 一天 萨莉的爷爷给了他一个惊喜 萨莉 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 爷爷说 哦 是一只太迪熊 谢谢你 爷爷 萨莉惊叫道 哦 不客气 萨莉 爷爷说 爷爷 我见过黑熊和灰熊的照片 但是太迪熊是哪种熊 他问 爷爷开始介绍 太迪熊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太迪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 他很多年前是美国总统 罗斯福总统很喜欢户外运动和大自然 他喜欢打猎 然而有一次打猎时 罗斯福总统什么也没有猎到 应该让总统猎到点什么 一个男人说 如果什么都没有猎到 他会很难过的 另一个男人说 我有个主意 第三个男人说 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其他人 他们把一只小熊绑在了一棵树上 总统就要放弃 打算回家了 总统先生 总统先生 我看到一头熊 跟我来 总统先生 其中一个男人说 他指着那只小熊说 总统先生 那儿有一只熊 快射它 另一个男人说 总统先生把枪瞄准了那头熊 那头熊看着罗斯福总统和枪 罗斯福总统看着那头熊 我在做什么 总统大喊 我怎么能够射杀 手无寸铁的动物呢 我不能 我不能杀死他 第二天 报纸上报道了总统的故事 题目就叫做 西奥多罗斯福和泰迪熊 一个玩具店主看到了这篇报道 他和妻子打算做一个毛茸茸的熊 并给他起名 叫泰迪 泰迪熊就这样诞生了 每个人都想得到一只 泰迪熊很受欢迎 罗斯福总统是个善良的人 萨利说 他不想杀死可怜的熊 我现在知道泰迪熊为什么这么特别了 就像妮妮一样 爷爷 狐狸和乌鸦 狐狸非常聪明 它可以得到想得到的一切 吃到想吃的一切 但是保持聪明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狐狸需要休息 每天下午 它都要睡一会儿 一天下午 狐狸从睡梦中被吵醒 是一只乌鸦 它嘴里叼着一片奶酪 狐狸盯着奶酪 看那片奶酪 它自言自语 它一定很美味 我得吃到那块奶酪 狐狐狸 狐狸想了又想 终于 它想到了一个主意 狐狸假装在睡觉 它伸了伸懒腰 它大声打了个呵欠 狐狐狸 狐狸抬头向乌鸦看去 然后把手放在心脏上 哦 你好 我还在做梦吗 狐狸大声问 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乌鸦 乌鸦感到很尴尬 它不知道该说什么 狐狸接着说 看看你的羽毛 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乌鸦把翅膀伸展开了一点 你的眼睛像月亮一样明亮 狐狸欣赏道 乌鸦把自己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这么美丽的鸟儿 一定有美丽的嗓音 狐狸狡猾地看着乌鸦 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你的嗓音呢 那样我会称呼你为鸟钟皇后 乌鸦高高地抬起头 它张开嘴开始喊了起来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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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喊道 就在那时 奶酪掉了出来 狐狸飞快地纵身一跃 用嘴叼住了那片奶酪 乌鸦停止了歌唱 啊 我的奶酪 它大喊 但是已经太迟了 狐狸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 你的嗓音很好 狐狸说 但是 我想给你点建议 不要相信任何阿鱼奉承你的人 小狗和他的骨头 一天天气很好 一只贪心的小狗在散步 它在草地上看到了什么东西 哦 是一块骨头 我爱骨头 它说 多么幸运的一天呐 幸运的一天 幸运的一天 哎呀 我该怎么吃 我的新骨头才好呢 它想 我应该烤着吃吗 不 煮着吃吗 不 煎着吃吗 不行 我就生吃吧 那才是最好吃的方法 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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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跳起了舞 如果别的狗看见我怎么办 它说 不 我绝对 绝对不会跟别的狗分享我的骨头 这全都是我的 哎呀 我该把骨头藏在哪里呢 它看了看四周 很快地离开了公园 它跑啊跑 最后 它跑上了一座桥 哦 现在我的骨头安全了 它说 贪心的小狗累极了 它在桥上休息 它往下看着小溪 哎 哎呀 哎呀 那是谁 那只小狗也有一块骨头 哦 它的骨头比我的大 而且 它的骨头上还有肉呢 贪心的小狗也想得到那块骨头 把那块骨头给我 他说 我的骨头它掉下去了 但是太迟了 他的骨头掉进了深深的小溪里 杰克的报酬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杰克的男孩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 杰克不是很聪明 但是他心地善良也很勤奋 有一天杰克在小河边的一家墨房里 辛勤地工作着 作为报酬他得到了两个银币 回家路上杰克玩着银币 突然他被一颗石头绊倒了 哎哟 啊 我的钱 他大叫 但是已经太迟了 噗通噗通 两枚银币先后掉进了小河里 杰克回到家 他的妈妈很生气 下次记得 把你的报酬放进口袋里 他说 好的妈妈 杰克说 不久之后 杰克在一家面包店里辛勤地工作 作为报酬 他得到了一条面包 回家的路上 他按照妈妈说的话 把面包放进了口袋里 回到家后 杰克马上跑向妈妈 妈妈看 这次我把报酬放进口袋里了 杰克把面包从口袋里拉了出来 哎呀 面包被挤碎了 他说 他说 杰克 下次记得 把报酬放在头顶上 妈妈告诉他说 不久之后 杰克在一个农场里工作 他工作非常努力 作为报酬 最后得到了一罐牛奶 我得照妈妈说的 把这罐牛奶顶在头上 他想 杰克小心地把牛奶顶在了头上 他努力保持着平衡 但是杰克需要经过一棵满是枝干的大树 他头顶的牛奶碰到了一根树枝 哎呀 他大叫 杰克回到家后 难过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杰克 别难过 下次记得 把报酬扛在肩膀上 好的妈妈 不久之后 杰克在集市上非常努力地工作 集市主人很满意 作为报酬 给了他一头驴 这一次 我要把驴扛在肩膀上 这样 我就可以把它安全地带回家了 杰克说 但是驴太重了 杰克连走路都很困难 哎呦 好重的驴呀 为了转移注意力 杰克开始唱一首好笑的歌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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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也因为不舒服而叫喊着 啊 啊 啊 杰克努力不让驴掉下来 他没有看到正在路旁野餐的国王和公主 公主看到杰克歪歪扭扭地走在路上 听到他和驴发出的好笑的声音 哈哈哈哈 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笑的事情 他大笑着 哦 女儿笑了 国王说 他终于笑了 自从公主的母亲去世后 公主就没有笑过 也从来没有人能让他笑 国王看到公主笑了 开心极了 他把杰克叫了过来 孩子 你让我女儿笑了 请你做我女儿的丈夫吧 杰克跪了下来 必笑 谢谢您 杰克和他的妈妈去了城堡 杰克和公主结婚了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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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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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